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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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其实风雨就蛮大 那造成市区包括我的选区在岡山 子官 永安彌陀都有小积水 那半夜就刚刚成如浅秋节你说的二次登陆 所以半夜三四点的风雨非常大 所以刚刚我刚好到外面绕了一圈回来 在整个选区包括我自己的看板都已经被吹垮 所以待会都要等下来赶快来做一个整治 那刚刚也询问了几个里长 目前大概二次登陆之后 大概就是整个数字的吹垮 还有一些看板的一些倾倒 那积水是还好 所以目前每个里长跟我们的停电 目前的状况都还好 但是昨天晚上真的是蛮严重的 昨天晚上市区不管是前镇 林雅 凤山 山明都积水相当严重 包括孟时代周遭 在昨天是不是有部分地区是停电的 那当然火车的部分很多都已经停开了 交通的路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还有哪些比较新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目前高雄是轻轨 中午之前是停时 那昨天的风 震风非常大 所以整个包括凤山 也超过4000户的停电 还有我们子关地区非常严重 子关地区因为它从这边出海 所以在刺坎也有一些停电的鹅阿寮 我们海产很有名的鹅阿寮的地区 三个里也都有一个停电状况 目前都逐渐恢复当中 那整个道路的一个目前状况 是树枝的倾倒 那其实每次孟时代的周遭 就是一下雨就积水 这一次很多的民众的抱怨 包括前镇的河翔街 整个电视也有报导 目前的淹水 那昨天晚上的淹水是到达了脚膝盖 天哪 就觉得这个台风是怎么回事 是舍不得走 走回开咖 已经转成青台了 还是转了一圈又回来台湾 而且那个路径真的很怪异 而且它整个路径的变化很大 对本来是预计从北部 偏北的位置登陆 然后不断的下修 然后我本来 刚好已经排了架 也订了房间 跑到宜兰去 然后以为说宜兰 应该会迎接正面对决台风 结果晴空万里 一直往南移南移 最后到了鹅兰鼻南部 最后到了成功去登陆 就觉得南部地方反而首当其冲了 那么我看到 包括花莲的地方 风雨啊 台东啊都非常非常强劲 甚至还看到新闻上这个 三仙台那里的监视器快被吹挂了 最后发现是根本就停电了 整体来说一夜风雨 但灾情目前还是稳定的 对目前稳定 那我们也幸亏有中央山脉的阻挡 不然以花冬的风势 如果到高雄地区来 那可能严重性会更大 像我自己住家前面的铁皮屋都倾倒了 那所以大概昨天半夜的二次登陆 造成我们高雄地区 沿海地区 包括台南 整个的一个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特别是风势很大 所以刚刚我绕了一圈 待会我还要再出门 去看看整个比较低洼的地区 是不是也受到一些积水的影响 那希望大家都平安 但是昨天晚上比较讶异的是市区 市区整个凤山林雅人口聚集 前阵的这些地区 却是积水相当严重 如果昨天的雨是急骤雨 但是每次高雄前秋你也知道 最近高雄的几次风灾水灾 只要急骤雨 高雄市的水好像都宣泄不及 很多里长也在抱怨 这个是我们目前 我发现好多位议员也在关心 包括乔英 包括义中 包括雅进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可能市政府未来可能要赶快来看 怎么样来补救 嗯好 待会晚一点我们下一节节目时间 准备开放 科威应让大家来打电话进来 聊聊各地的风雨情况怎么样 因为比方说我现在看到有台中的朋友说 现在小小雨风雨不大 那左营昨天 目前左营风雨都很大 这是言语现在给我的回应 在线上高雄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场的状况 那我相信各地都有不同的状况 那么有的地方有停班停课 刚刚又新增了几个北部的地区部分的礼 做停班停课 这代表这个风雨持续在加强当中 晚一点的 02-05-15-15-15 下一节节目时间 我们让大家call in进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状况 也提醒大家少出门 注意安全 好 我们请环容现在聊聊 现在选情 刚好又碰到台风 大家又小鸡很焦虑 怎么看 接下来在高雄的选情 之前包括挂看板 挂看板都被挂跟郭董 后来赶快出来否认 那么现在侯友宜在南部的选情如何 您小鸡是不是集体也很焦虑 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吗 其实我坦白说 基层的小鸡 不管包括我们每个候选人 包括民众 都非常的焦虑 因为我们每天在外面跑 连我最北的切定湖内 这种比较传统的绿优势区 南银支持者更是忧心 因为他们都觉得我们的整合力道 实在是拖太久 大家有点对目前的见底 都有点冷漠 冷漠了 都不大想关心 所以我觉得高层大人的智慧要赶快 这个脚步要加快 因为很多人我们出去都期待政党轮替 但是我们似乎看到高层大人的整合力道 可能还是要再加强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是很大的机会 要大家期待换党 而且整个轮替 包括民进党在我的选区 最近的新闻 这个鸡蛋超市这家公司的问题 我觉得民众已经都反感了 但是我们在野阵营 最近的一个整个纷纷扰扰 其实也造成很多选民不想表态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忧的 那整个高雄不管咱们部的选情 我觉得这一次是有信心的 因为其实候选人的条件 包括整个民进党的缺失乱象 我相信在整个佐水西以南 这一次我们应该有所突破 但是母鸡啊 母鸡这个效应真的不能拖太久 我期待9月底之前真的要赶快明朗 不然整个在野阵营 这样真的是让人家民进党赖清德躺着选 可是这个焦虑来自于说 是不是有办法整合 可是对于高雄地方来讲 看之前当然正式宣布参选之后 可能对你们来讲不一样了 但是否则之前不管是郭台铭 或者是柯文哲 甚至柯文哲 或者是当然侯市长下高雄去 你们地方一定要加以一起到动员嘛 那现在从郭台铭正式宣布参选之后 就记住了党级处分啊 党上特别三令五升不可以再跟 已经正式宣布参选的参选人来接触 那对你们来说呢 持续还会有接触吗 那又怎么看待呢 其实地方上每个候选人的支持者都有 所以其实站在我们是一对一的选举 我们要凝聚所有的力量 其实我们在地方是非常为难的 但是因为我们必须在党的分级下 还是要遵守党级 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要公开违反党级 这个不可能啊 坦白说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党的提名人 但是所有的支持者 我们怎么样用一个价值观 或者说怎么样透过人际关系来 把这些力量凝聚起来 这个是我们会努力 但是最重要还是这些大人们啊 大人们怎么整合 甚至于把所有 包括理念啊 包括所有未来整个国会啊 还有包括整个执政啊 这个其实都可以谈的啊 很多民众也期待这样啊 像郭柯现在还有在高雄地方上 跟国民党的议员们 或者是参选人们接触吗 还是不能说吗 哈哈哈哈 其实很多透过朋友的接触还是有啦 但是当事人的接触 对因为很多错综复杂 也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嘛 那其实当事人是没有啦 目前最近这段时间 但是共同的好朋友其实都有啊 包括我相信很多 我们地方的齐劳地方的干部 也会跟这些我们的 这些参选人都有 总统提名人也都有一些互动吧 嗯所以其实很难避免 真的不跟特定的人接触 不谈判不妥协 不嬉皮笑脸 太难了吧 因为基本上 太难了太难了 既然立委选举就要整合 最大的在野的力量 才有办法希望能够 否则现在是民党八席全雷打的状态之下 任何的提案 到不了真的中央 好好的被监督被讨论 那么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总是在议会 虽然是还是算多数 但仍然有限啊 进不了中央 对 其实我们为了要 一对一的选举要胜利 其实刚刚不管我们自己在野力量的争取 其实我们连绿营或者潜绿的力量 我们也要争取啊 所以维持好人际关系 甚至于争取更多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所以避免不了有一些接触 那你怕党纪处分吗 那我在党的规范分纪下 我没有违反任何党纪啊 我又没有公开助选站台 甚至于举办活动都没有啊 所以上次那个看板 你也是突然被挂上了 我听李明璇说 哎呀早知道如果是要挂上去 我希望他帮我选好看一点的照片 哈哈 对明璇在记者会有这样说 那其实那张照片 不是我这一次竞选系列的照片啊 如果有注意的话 那个是我之前脸书的大头照 对而且是冬天的照片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谢谢啦 因为郭董 其实我相信他也希望整个国会 在野力量能够赢回多数嘛 那我们都谢谢郭董 还有所有好朋友 对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但是既然郭董已经宣布参选 党又有这样的规范党纪 其实我们自己的奔计 就要拿捏的很清楚啊 但是我还是期待 在野力量真的还是要凝聚 不然我们在地方跑 有支持郭董的 有支持柯市长的 有支持侯市长 那其实这些力量都分散掉的 反而让我们小鸡在地方 不管要办活动 不管要经营地方 或者要来 甚至于要来做选票的开拓 都有很大的一个为难 嗯 所以以你的看法 如果以目前国民党 单打独斗的情况 提出来的总统参选是很难 在南部地区获得胜利 我实话实说 虽然现在有比较升温 但是还是不理想 还要再加油 所以你们的母鸡在南部的 这个热度如何 目前有逐渐升温 但是热度还不足 所以其实像我们党部主委 黄昭顺主委 他也期待侯总统候选人 有机会能够多多来南部走走 那其实侯总统候选人 我们的他的二哥 侯院长 侯明峰院长 其实在地方的活动参与力 也非常活跃 那我相信 其实透过大家的互动认识 未来应该会更好 所以目前还是在高雄 这一块要努力拉抬 当然是因为过去他到 南部去的这个几率 比较少嘛 互动的少 当然接触的少 那目前靠着哥哥在南部拉抬 希望赶快起起直追 但无论如何 以怀隆的说法是 如果不整合的话 还是很难啊 而且其实除了互动之外 为什么要赶快来加 加强跟所有大家的互动 因为其实就像很多 我相信很多先进来宾也提过 因为侯市长过去 可能专注在新北市政 在党的几个重要政策跟活动 或者党的一些政治的一个参与 可能比较疏远 所以我们在地方上听啊 说实话很多人认为 他跟党的密切度还是不足啊 所以特别南部啊 毕竟前就跟我都在市府待过 那其实很多我们坚定的南军支持者 还是期待他要赶快有一些 对于党的一些互动啊 能够加强 然后跟南部的民众互动要增加 那南部的声音是怎么样呢 很好奇哦 因为每次都讲排北天龙国天龙国 那南部人怎么看 接下来如果合作搭档或整合 你们比较希望的模式是什么 其实南部现在期待 就是能够赢就好耶 所以他们期待上面 要赶快找出一个机制耶 就是说怎么赶快 包括不管是我们自己国民党 还有柯文哲市长的民众党 还有郭董 甚至于还有其他在野力量 上面怎么想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跑基层 大家都说 先赶回去再说吧 要赶得赶得重要 所以在南部这三个人人气如何 我坦白说现在柯在整个南军 包括不是南军 就是一些比较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的支持度是高的 在高雄也是 以前我是认为在市区会比较高 县区会比较低 但是我第二选区跑下来 柯市长的支持度也不输侯市长 那当然郭董因为现在稍微有点 因为不知道他们的整个宣传步骤 还是竞选的步调如何 但是郭董似乎现在比较往下 目前是比较 大家会认为他的一些表态 还有他的政策 可能目前的操作上 大家会比较 谈论上会比较少了 所以有在高雄展开联署吗 就你所知道 目前还没 在高雄没有 目前还没听到 但是我知道有几个郭董后援会 包括在凤山的一个据点 好像有在帮他开始琢磨 开始努力 好 所以这三个人对你们来讲 现在其实这个人气算是 你认为是柯文哲相对还比较 要怎么形容呢 相对比较热吗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整个 中产跟年轻选票 对于柯市长的喜好度是高的 这个不可否认 当然侯市长目前有提出几个政策 对于我们年轻或者一些 包括在中产阶级这一块的照顾 未来包括像那个长辈 他取消那个80岁以上 取消那个巴士亮表那些 其实有受到很多 我们这种三明治家庭 的一些选民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还是期待 这个第一整合脚步要加快 第二就是侯市长自己来南部的互动 可能还要再增加 第三就是跟党内的这些支持者 的一些说明啊 包括一些怎么拉近距离 这个可能都是他要努力的 嗯 好我们等下见 我们要回来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但我看到 现在已经有些朋友在分享 说每天看着 钢山阿公殿的西畔 停着百拍用的怪手 都没在书郡 一肚子火 那么当然也有 小港 小这个所谓的 鱼港 小鱼港 当蚊子管 等整的质疑 在信仰朋友也都提到了 那有没有人可以帮 南部的朋友发声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LINE 待会可以开放call in吗 02501515的 好 我等一下我们就边聊 待会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来准备咯 好 我们标题怎么了吗 标题刚刚拜托 同事下还好啊 好像没什么问题 怎么了吗 因为不来专访 对啊 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小节目 我不知道 真不好意思 临时把环容找来了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听 30分钟掌握世界 东广新闻网 新闻随时 千秋万事进赴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 浅秋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时间到8点25分 欢迎回来 中央宣网千秋万事 今天跟高雄的立委参选 超环容 超环容 来连线 对啊 钢山地区刚就有朋友在聊说 哎呀 钢山就有所谓摆拍的怪手在那里 却让他们看不到书郡的进度 你在钢山那里监督 有没有一些议题是特别关注的呢 每次都是到达了要选举 就开始有一些进度的开展 那平常的时候民众的 阴阴期盼都没有 嗯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书郡 真的速度非常慢 我每天从钢山到迷途 如果有跑行程 我都发现那个旁边的草啊 土啊 整个那个包括民众抱怨的蚊虫啊 还有一些还有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水蛇 所以其实都会造成民众有一些困扰 嗯 因为过去记得在重要的大牌的旁边呢 水道里面都可以看到长了七八年以上这种树都还在 那挖地下地下地水下水道的时候 水管里头脚踏车甚至沙发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对对都有 那您观察最近以来 因为在民众已经完全执政了嘛 在地方上高雄尤其是如此 八位立委这个全联打的状态之下 陈其迈当市长哦 那能容得下在野党的声音吗 我看到的是只要稍微有不同的意见的监督一下 就哇 群企而攻全面的围剿哦 对于你们这个地方上要推动一些监督的事项 因为无论如何民意代表 永远都是在监督的角度来帮助选民才对啊 其实你不觉得现在高雄都是陈其迈好棒棒吗 是当然 整个媒体的垄断 然后包括整个活动的办理 那宣传他们又非常的厉害 那其实下的广告或者下的媒体资源应该是相当的多 也相当的大 那在野其实你刚刚也提到我们的议员 其实相对也是多数 那很多声音是发不出去的 过去韩市长在很多自媒体 那因为现在在高雄的自媒体 其实毕竟越来越少数 那这个力量可能 有但是还是不足 因为比不上主流媒体或者平面媒体的一个宣传 那你看像最近一下子 咸酥漬 一下子奶油 奶茶都可以变成一个节日 当然也带动很多观光 这个我们乐见其成 但是其实我们都期待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应该是持续性能够带来地方的繁荣跟发展 那就像您刚刚也提到 很多基础建设 现在是不是都已经荒废掉了 你看过去我们为了维护登革热 四年一大爆发的本土林案例 我们非常的努力在各区做书郡 尋到清刷每周的宣导 甚至于动用到林里跟驱工所 要定期的巡检 还有一些所谓的热点 那其实现在你看高雄的热 那个登革热的本土案例这么多 那好像很只沦为说 哪里有我们就去喷药 哪里有我们就开始寻到清刷 好像认为说有登革热是很正常的 跟我们过去为了要维护林本土 我还记得当时 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可疑的案例 我们就被媒体监督 甚至于我们甚至于连局长像我 没有到地方去巡视都要被纠正被检考 那但是你看现在 应该地方上很多人不知道 他们现在民政局长是谁吧 我记得我只是陪着去 那个视察一些行程景点 那来不及换鞋 我穿了高跟鞋去 就被骂了 所以环荣 那么其实有没有声音 这个除了媒体之外 当然几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你们有没有打出来议题 或者是把民众的心声给发出来 比方说我们看到古山鱼市场 那么先前在几个豪华 鱼港的部分 多少钱在玉山花在里头 大家都看到了 但古山鱼市场也花了1.6亿元 结果搞了半天呢 被白乔英踢爆说 这个是根本就是养蚊子 就被立刻被围剿 立委参选 地方党部等等 全部人都围剿他 骂他骂得很严重 说这个根本就没有国际观 人家是学日本的渔港 想要做观光使用的 如何如何 那最后还不是停业了 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摊商进驻 最后还根本漏水 各种硬体都出问题 更况是美感不美感呢 其实我相信包括乔英议员 他在执行这个古山鱼市场 整个带动观光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我们在乎的是 民脂民膏的钱怎么花 其实从去年整个鱼市场 如果有到达的民众 你去参观的时候 就会发现人潮已经少很多了 但是民进党每次都睁眼说瞎话 每次就 一人潮少的时候 就赶快增加一些摊商市集 让人家觉得很热闹 但是其实就像 刚刚前提到的 整个硬体的减市 包括整个摊商的减少 这是市值啊 整个硬体的开始在破坏 在开始有一些破损 那包括整个人潮 而且到底有这个卖点 的行销 包括整个历史意义 包括有没有结合 当地的文史工作者 没有 所以每次我都说 他们都是浅叠式的一次性的观光行销 但是这个地点非常好 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其实应该结合当地哈马新的发展文化 一起来发展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啊 但是他们每次 我发现高雄现在最多的就是市集活动 一下子在公园办事 当然非常热闹 可以带动一些年轻朋友 文创工作者提供一些工作机会 但是应该还是有整体规划 而不是说 让高雄市看起来很热闹 但是好多钱喔 对都是钱 那但是热闹消费完呢 当地的带动 当地民众期待的地方建设呢 却没有啊 嗯 因为呃 刚刚讲啊 渔港 不就是因为民营党跳出来围剿 市政府也加以围剿之后 最后还是停业啦 那不是证明 就是果然文字不懂 欣赏他的美 那摊商 就是没有人要进驻 原因 这个是一个商业模式 要有游客啊 有人愿意去啊 那显然他并没有造成 集市的效果 而也花了那么大的钱 没有产生效应 那最后停业不是就是正好 说明了 咨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却用这个舆论的力量 用媒体的力量 来围剿不同政党的议员的监督吗 对啊 而且最大的讽刺啊 当议员明代在咨询的时候 民进党群起围剿 而且每个都来说明说 这个建设多好棒棒 但是 却整个问题 诉诸媒体之后 却隔不到几天就来把他整个关闭 那不是自打耳光吗 对啊 而且民众的反感会更大 像我的选区 虽然不是古山 但是古山整个事件也造成很多人 针对很多民进党政府拿到钱 到底怎么花 现在已经都有很大的问号了 包括我的选区有很多风雨球场 结果盖一盖 现在都在漏雨 漏水 然后整个地面的一个破损 所以其实他们的工程品质 我觉得都有待我们未来要全部来检讨 所以这个部分 你看从鸡蛋啊 快塞疫苗 到现在整个基础工程 全部都是哩哩哩哩 所以真的如果再让这个党继续做下去 我真的很难想像台湾未来变如何 因为光是创思这一家 你提到蛋喔 超思超思 对不起 我事实上秀了两天假 已经秀斗了 超思 对 他的这个蛋的议题 还有徐晓琳跳出来说 質疑土耳其 不是巴西进的蛋 品质上可能有问题 有问题的蛋可能会流入市面 結果陈吉仲说都有严格把关 甚至还跳出来说要喊告 要告这个踢爆的相关议题的民意代表 那在高雄当然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 那蛋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那个何时怎么吃呢 也没有什么抽检机制 萊猪大家吃的好吃到饱啊 对啊 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是这一批蛋 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是含有禁药 他说有销毁 但是整个销毁的机制到底如何 谁知道 他每次都发生问题 人家质疑的时候 他就说要告 用这个法律的程序来压抑所有 咨询他 质疑他的声音 那我觉得民进党在高雄是有巴西立委 都是他们执政 都是他们在国会 但是他们从来不帮人民发声啊 你说政治问题有对立 但是民生问题怎么也还是在对立呢 我从来从疫苗到现在 我都没有看到 我都没有看到说巴西立委 站出来捍卫民众的饮食的健康 或者整个人民的那个税 纳税前的一个把关都没有 那刚就是刚刚你提到超司啊 就在我自己钢山嘛 我曾经到我前几天就到现场去考察一下 哎对啊这应该你可以帮我们好好说明一下 跟刚山无忌同一个负责人啊 因为他的亲戚他的家人 其实就是无忌蛋品嘛 那他自己在我们刚山原来的一个 接近我们就是说一个眷村那边 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店面 在做一个鸡蛋的贩售 那他这个据点 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民宅 是他自己家人的房子嘛 那其实我问了当地的里长还有邻居 很少的人知道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有承包这样的一些贸易啊 鸡蛋的买卖 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一个鸡蛋商 所以也很好奇 这样一人公司 这样的资本呢 这样的整个所谓的鸡蛋销售量 怎么会来承包这么大的一个进口的数额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农业部 陈吉仲面对之应该是要说清楚吧 嗯 因为在区小区所提报的内容里面是说 超私进口的巴西鸡蛋啊 含了 呃 对于人体这个不不利的这种呃 煤素超标 所以上个月才刚刚销毁了八万多公斤 所以甚至这种呃 有这种煤素的这个残留的话 可能会造成不管是不良的贫血啊 血癌 会有疑虑到上个月才停止进口 这等于是又狠狠打了这个政府的耳光 那当中到底有没有流入市面的问题 当然陈吉仲是说边境都有把关 但是这就是超私进口的呀 他整批大量大量可以六成有一个一人公司来进口 那你在高雄钢山也很熟悉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量呢 他也没有登记的任何其他的工厂可以做相关筛选啊 水洗啊或再进一步的检查的这种机制啊 真的就是像刚刚我们前就说的 我也去查了一下他有没有所谓的仓储工厂 也找不到 那另外他自己进口项目也都不公开 这很特别哦 你如果说其他家的也都不公开我们就算了 但是其他家公司 其实他所有的进口项目是公开的 包括数额 而且我发现农业部的一个网址 你去查询 整个三月份农业部进口的鸡蛋数额 跟他补助的数额其实是落差很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农业部在整个鸡蛋上 还是很多质疑 必须要赶快让人民了解 而且他自己真的要说清楚 不要说只用一个要告就要来用诉讼 来告我们所有咨询的人 因为民众的质疑是非常大 这个声音如果大到 让大家觉得说你全部都在说谎 是不是疫苗的翻版 是不是快筛的翻版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民众都不是好事 那其实农业部不要那么嚣张 其实本来所有的政策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嘛 那其实他太多能够让人家质疑了啊 不管是进口的额度 不管为什么是一人公司 这么小的资本额 你看其他家的资本额非常大 正常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水准 对 那我知道无忌蛋品 他那个家亲戚无忌蛋品 也是一个不错相当大的一个鸡蛋工厂 但是为什么去承包这样的公司 却不是用无忌蛋品 而是用一人公司的超市 而且他的成立时间太令人吊诡 有这么好的机会商机都能够掌握到 时效性这么的贴近 这个也是很多民众包括选民质疑的啊 可还是我们都资讯落后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讯息 所以你在地方上跟钢山这个老牌的蛋商无忌哦 有过接触吗 或据地方上所了解 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是 因为哇中央有人啊 农委会很熟啊 就可以直通各种管道吗 其实无忌蛋品的工厂是在我们入主啊 那其实他很多地方的活动参与 他都会提供一些小型或者一些试用品 让大家来互动嘛 过去我在民政局任内的时候去特色活动 他们也是地方一个很不错的优良企业嘛 但是其实这一次大家直语的不是无忌蛋品 这一个部分 而是说为什么整个鸡蛋开放进口 却是由一家这样的通天本领资本的这么少 跟其他家的落差这么大 而且整个在流程上 却是有很多令人怀疑 是不是有任何的勾结 或者有一些内线 为什么能够资本的这么少 而且进口项目也不想讲 然后整个补贴也拿这么多 然后还有一些是禁药的蛋品又销毁 那到底整个这个过程是藏了什么秘密 我相信很多民众对于农业部 对于蔡英文政府是非常质疑的 我先念两个东西都是阿三哥给我们的 他说谢谢曹局长有情有意相挺 在市长的表现 任内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 祝你高票当选可以监督民进党 那另外一个则也是阿三哥 他说刀狼的罗煞士 拿来形容现在的台湾社会整体状况 非常贴切 令人感到不胜唏 就是对于现况大家有很多的不满 但目前台风当前 我们先把这个台风熬过去 现在滞留在南台湾 现在全台湾都受到了一些风雨的影响 我们把电话跟大家报告一下 02250151515 02250151515 待会跟华容一起听听各地 有没有一些台风的状况 跟我们回报 那也分享一下最新的状况 那不管有没有停电的啦 或者是在各地的资讯上面 也让大家知道 可以掌握一下各地的情况 避免在出门的时候碰到的这个风雨啊 或者是什么积水啦 或者停电的状况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是王健安 当我们提到沟通 这一时间你想到的对象是谁呢 家人 朋友 也是同学的干人 我们的生活当中 极其一刻追到沟通 沟通 这个白乔音现在还在睡 还没有回我电话 哈哈哈 沟通 是让人觉得舒服 自然而然 达成共识 能追求和谐平衡的境界 你有职场沟通困扰吗 王健安 职场沟通学大补铁 请声网兜 等等见上听 追求行动力 日时宜善 给您更优质的选择 高含量OLT01运动益生俊 郡种培养来自奥运金牌选手 十名言发 拥有美中牌三国专利 搭配八大有感库方 走路慢跑爬楼梯都没有负担 让你每次活动都很感动 我推荐 好好动 CHECK膠囊 请搜寻 日时宜善 或播02-2500-5568 独特口味的蜂蜜 每年只采收一次 更不是年年都有 今年 玉盒包蜜的产量 只有荔枝蜜的六分之一 产量只有2000盒的玉盒包蜜 绝对是你送出最珍贵的冬秋礼 我是蜜蜂工榜 王清皇 玉盒包蜜 独家又会给中广听众 2000盒卖完就真的没有咯 购买搜寻蜜蜂工榜 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聊选情 没问题 的确有很多假寒粉在带风向 我同意 故意要让在野党骂来骂去的 对不对 大家不要被挑拨了 左音现在语变小了吗 欢迎打电话进来聊聊天 也可以聊选情 也可以聊选情 也可以聊台风 气质王小姐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撞先往千秋万世间 台风天 大家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台风状况 不过我们持续跟环荣 目前高雄市立委的参选人曹环荣 我们一起来线上 关心一下各地的状况 02-2501-5515 02-2501-5515 随时有电话打进来的话 欢迎跟我们分享 不管你对于选情的看法 或者台风最新的状况 欢迎打电话进来 我刚看了一下大家留言 有说左营现在语变小了 那也有说在台中 现在是蛮凉爽的 居然台南朋友方秀芬 告诉我们说台南出太阳 但我们台北语真的很大 阿三哥在斯斗内我们说 要陈吉仲说出真心话 应该是太痴心妄想了 除非他想要被轰下台 不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官员一直说谎 一直错误的政策 要怎么对得起民众呢 那的确现在台风状况 我们等有打电话进来的人 那环荣是不是现在台风 好像风雨都小了吗高雄 看来台北比高雄雨大呀 高雄现在风雨有逐渐变小 那我刚刚看一下 我房子外面的那个状况 目前风雨稍微有点停了 但是目前我看起来 我刚刚有看到我们志工的回报 有一些围里呀 有一些树的 一些树木的倾倒还是有 所以目前很多工所 很多清洁队都还在协助当中 对我昨天真的是 连伞拿都拿不住 常常走在路上 那个一阵一阵的突然 狂风暴雨 可能没雨了 一来的时候你就完全躲不掉 那雨伞就拿不住 我看看在南部也是 都是这个状况 刚刚我菜市场那一块大看板 前一次台风跟前几次的大雨 都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昨天晚上三四点的回马枪 二次登陆 就把我那一块大看板 你的看板被吹走了 就整个推坏了 推坏了 你的看板是跟谁一起的呢 那个是目前还是自己的 因为跟侯市长的 我们因为台风天 原本是这礼拜要上架 但是后来就因为在延后 对 就还好还没上 要不然就被吹跑了是吗 对 刚刚居然还有朋友说 高雄的古山出太阳 我的天哪 所以一个行政区 有不同的面貌 我刚刚看雷雨包 目前还是在我们整个 北高雄 北高雄 从左营到我们整个前定 对 那但是北部看起来 大家的回报 都是比南部的雨大 那是不是因为还在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范围的影响多大 那要停留多久 舍不得走是怎样 那整个台风我发现是原地打转 对啊 原地打转 现在有朋友跟我们说就是 呃因为不输菌的关系 一直淹水 但是对民众的苦 没办法 没有感受吗 其实发现像这几次啊 像茄定跟齐金最近 因为整个海水的大潮 造成整个低洼地区 还有整个沿海地区 都有一些积水 最近媒体也有报道 那我看大家的新闻都集中在齐金 说他们的市场啊或者海岸线都积水 其实我们茄定整个金栏工到四福工 这一个市场路线啊 也是因为大潮的积水 那我发现了民进党非常厉害 马上大潮就马上说他召开一些工厅会 召开一些协调会 又从中央又补助了多少钱 下野又来整治 我都说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每一年都会发生的吗 因为像昨天我到茄定里长就跟我说啊 两年前就跟我们当地选区的立委提过了啊 那为什么一直不施工 为什么一直不解决 每次都要到选举才说他现在要来做了 拿到预算了 而且那个大潮真的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过去四川副市长跟我们整个水利局 把整个茄定大牌的外卫 还有整个书郡都整理了 其实也造成整个民众的好评 也让很多民众觉得说 我们真的赶快看到问题就赶快来解决 但是现在这个大潮的问题 水位的问题我相信 应该民进党政府后面的执政应该要赶快负起责任吧 不要让不管是茄定或齐金的民众 永远只要一个长潮或大潮就用这个理由说 民众就必须想就要受到这种积水之苦啊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很厉害啊 我也看到赖瑞龙说他拿到九千多万 现在要来整治齐金 我都不好意思说 那过去他当了这么多阶在当什么的 那像邱志伟 在我的选区也当了12年了 难道他是今天 昨天还是上个礼拜才发现大潮 会造成茄定积水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民众这一次一定要觉醒 而且我觉得民众的眼睛也是血亮的 不能一片再片 因为现在的选民的水准我觉得也非常高 所以到底拿了钱之后有没有用在地方上 这才是重点啊 如果又是用在盖一个豪华的 这个所谓的没有人的养蚊子的渔港之类的 像这样的工程 那中间有多少有水进了谁的口袋 这才是关键 那并不是用在民众需要的地方 我刚看到一些回报 包括像台北士林 他说早上的雨都没有停过 风也很大 那这二次青台呢 回马腔影响好像目前看起来 北部雨多的大的 好像风大的还比较多 那内湖被现在朋友来回报说是小雨啦 连小港啊 高雄说有几秒的太阳啦 回马腔就在你们高雄啦 在滞留当中 对所以其实我也非常担心我们的山区 其实像桃园区 茂林还有六龟 都有好几条 我们黄色跟红色的土石流警戒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平安 那配合政府赶快来做撤离 那其实整个 我觉得这一次的风灾虽然有二次的登陆啦 那我们还是期待能够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 那整个未来高雄市这些 每次我们都会在这个季节有水灾风灾的时候 是不是都真的超前部署 每次都喜欢讲超前部署 但是好像这个钱应该不是这个钱吧 看起来 那到底钱花到哪里去 对不对 这个其实民众很多的质疑啊 看起来我们民众没有人有兴趣打电话进来 大家在在听听有什么状况嘛 02501515最后一点点时间 如果还没有打电话进来 就是我们大家看线上的回应 很多的朋友在留言的方式 参与我们今天所有台风的讨论 不过只要是台风天有台湾啦 不管蛮多天 一千刚刚有个数啊 一千四百多天吗 还是一千七百多天啊 没有台风登陆的台湾 一千四百七十一天 没有台风登陆记录的台湾 有个台风进来 来之后就不走 那但是目前听起来 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 因为雨量啊 风势所造成的 露树倒塌跟停电等等的 目前没有传出太多严重的人生 人生上面的这个状况 这是值得庆幸的地方 也希望天有台湾啦 平安度过台风 那您这边的回报 看看环荣是非常认真 这么一早半夜也没有在睡觉 都在持续关心选区的 最新的台风状况 还有什么最后的议题 要跟我们补充吗 对于当地的观察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 当然第一我们希望整个台风 不要造成整个台湾的民众的受伤 受损 那第二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随着选举倒数一百三十一天了 我还是期待高层的智慧 要赶快来整合这些力量 那其实民意是最大的逸归 我觉得这一次整个让这些大人 能够赶快整合 相信他们应该有看到很多民调啊 民意啊 还有一些人民的心声哈 我相信他们都是非常聪明有智慧 要赶快来做 那第三 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进来了 不好意思 我先让他讲一讲 好 来请说 你好 你好 早安 哪里打来的 我嘉义陈小姐 陈小姐好啊 你们天气怎么样呢 没有 我一直支持你们咧 中广 感恩感恩 谢谢 那我也要祝曹先生高票当选 不过台湾还是选情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你的看法 我现在就是说 今天说真的 台湾这几年真的是很苦 那小孩子说真的 有很多人还傻傻的 想说不会 不会战争 可是事情很难讲 那最主要是 我们现在经济真的是很差 无薪价德也很多 然后说真的 我们物价上涨 然后最主要还有人 那个胜率的 我们周遭胜率的人 很白痴 讲什么 讲说 那占价会上 是因为国民党 每天在那边讲说 等这回事 你笑死了 你知道吗 你听听看这种话 真绿的头脑 它是装什么 装死的吗 真的好好笑 然后还讲说 那个 那个老蒋跟蒋经国 总统他们 是没有地方 那个台湾人 才收留他们的 你说 这我们南部 竟然有这种声音 然后这好像说 那个 那个屋前 最贪污的是 马英九 请求你给他听听看 这种思维 所以我现在要请 全国的人民 真的没有良心的人 你们自己摸摸良心 然后我们这些 善良的人 拜托你们 那个头脑要清醒 真的不要再被他们骗了 那坦白讲 今天高雄 他们会受到这种 真的是那些 选 陈其迈的人 害那些 选韩市长的人 你们应该可以很 平安的度过这 这三年 可是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有时候看的真的是很无奈 谢谢哦 谢谢你 谢谢帮我们回报 另外还有一通 是台中的刘太太 你好 喂 刘太太 欸 是你 是我吗 是是是 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吗 天气怎么样 我现在首先要讲的就是 非常感谢有这个 中广这一盏名单 然后这个TVBS 好 这些 还有这些少数敢讲话的人 就是有那一盏名单在那 否则台湾的社会 搞不好就像前几天 我看到一个美国的大学的教授 他是不是华一他没有住民 但他讲的就是说 台湾老百姓现在就是可怜 可恨可悲这三个 我非常有感触 当然我现在就不叙述那个内容 我特别要强调就是 这一次要选 嗯 不管是那个三卡都或者四卡都 我希望老百姓能够看到 就是 一个我们暂且当成三卡都 台北市做了八年 一个是新北市做了四年 但是有有当副的八年 一个是台南市做了八年 老百姓希望能够拿出自己的眼光 仔细的观察 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台湾的将来 还有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看到一个台南市经营了八年 一个台北市经营了八年 跟一个新北市经营了八年 四年 再加上他当然有另外八年的这个 学习的机会 大家比较一下 新北市的进步 台北市的陌落 台南市的弊岸 我请问 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怎样 我老实讲 目前外交或者是什么 或者什么 那经常强调什么量 好的 谢谢黄太太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最后一点点时间的 谢谢您 所以显然大家都很有心 很有心情上面的沉重的感受 十句这么差 是刺歪歪 政府这么烂 那在野党 怎么不撑头 该怎么办 欢容 我们做的结论 五十七分十八秒 我们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相信 包括我们所有要参与政治的 一定要知道民众 确实真正的声音 真的大家实际这么烂 而且建户做得这么烂 假设因为在野的不整合 再次的失败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来努力 那中央中央的大人 赶快加油 那我们地方再继续 谢谢陈海荣啰 拜拜